全油管最快新闻 4月4日一名女性在上海凤闲区超市内被卡扶梯 消防救援队用10、30多分钟成功将她救出病送移 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面对复杂的扶梯结构 通过撬开活动面板和扩张器救援 事故提醒我们乘坐自动扶梯要格外小心 同时也要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 确保安全 愿女性早日康复 让我们一起珍惜生命注意安全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